现在三月底马上要进入到四月份 也即将进入第二个季度 从近期的走势来看呢 马股逐渐走弱 今天本来早盘还比较强势 但是现在已经下去了 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值得我们去注意 在今天下跌以及近几天下跌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有两个行业特别打眼 一个是科技 一个是手套 尤其是手套 很多人都希望它能起来 从今天的表现来看非常强势 那它到底会不会起来呢 我们会在今天晚上 以及明天晚上会重点讲一下 科技板块以及手套 是不是要亡者归来 一月份炒的是银行 二月份炒的是种植 三月份炒的是科技 那四月份应该炒什么呢 四月份传统上属于超级财报季 会出现群魔乱舞的现象 小股飞上天 一天翻一倍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短线赚快钱的这么一个机会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对短线获利 短线赚快钱的方法都不是特别精通 我们专门为大家准备了这么一堂课程 会讲到如何去精准地捕捉到这些腰股 以及如何能够快速赚到它的利润 今天晚上八点 明天晚上八点 今天晚上八点呢 我们会讲如何跟游资 跟外资能够赚到钱 之前很多人都一直在跟装 但是跟装为什么不是特别适合现代市场呢 今天晚上我们会给大家讲清楚 那明天呢 会预测第二季度 第一季度干啥了没有关系 第二季度也许是一年当中赚钱最happy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呢 什么样的类型会被装家所青睐呢 我们应该如何赶上这一波风口呢 那明天晚上八点不见不散 想要报名的同学呢 可以点击我们下边的链接 发送你的姓名过来就可以报名了 我们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不见不散